年底选戒 现在各个候选人是抢招来吸引选民的目光 前中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前市中竞选办公室 现在推出了家中的爱选来担任这望发言人 结果呢 遭到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大三 成务是家人不用来当成选举工具 好对此呢 前中强调了 他说爱狗的心大家都一样 他现在还搬出了台北市长柯文哲 过去曾经讲过的话 重申文明城市是位对宠物友善 拿起话筒像是要跟台北市民说出心内威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陈时中一早参加俄福团体的互动体验展 也让他回想到童年时光 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 其实是从这个玩的过程里面去学 我还想一下 他在想一下 我一天想一下 我们老婆都会说 不然你先算了 他下功课 讲到俄少权利 才刚卸下卫福部长一职的陈时中 很有感 尤其自己可是还身兼阿公的角色 两个小孩的妈妈 你是一个嘛 你是未来士嘛 我是孙子级的啦 养我两个小孩的时候 长大的过程里面 我非常重视他们要跟我讲话 只要愿意跟你讲 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现场聊起了爸爸金 但陈时中除了儿子跟孙子 家中还有位超级卡哇伊的成员 甚至最近还兼任发言人的角色 没错就是家里的爱犬 言把可爱的模样 竞选团队透露 接下来还会陆续出现在各种文宣品上 但是同样有着可爱宠物 博美犬的黄申申似乎相当不以为然 他就是我的家人啊 不用把他当成工具 让他很安静的做自己 爱国的心大家都一样啦 不要为了选举里面刻意去讲什么 大家都会做一些梗 大家提醒市民 就如同柯文哲当年所讲的 文明的城市 是会对我们的宠物友善的 大家都想表达这样的意思 备战年底选举各个候选人都想吸引目光 陈中搬出柯文哲回籍 表示可爱猛闯 不需要被拿来做政治攻防 接下来廖凯臣 李静云台北参谋报道 另一头来看到是国民党台北市场参选人 蒋万安现在开启了12行政区的行走计划 第一站是职工绿营大本营大同区 要来积极挽回民调上的弱势 此外还一口气发布了八项的公开行程 要深入到地方基层 但是现在呈出了说蓝营的本命区大安区 原先的823炮战活动 打算要是在大安区的成功国宅来举办 想报遭到里长泼冷水拒绝 理由是若是这个黄山山或陈时中 用来怎么办 最后是靠着蒋万安亲自致电才顺利举办 不对此呢 蒋正盈是严正否认 展现超级民形象 就算摊商的手沾满猪油 国民党台北上参选人蒋万安 依旧握紧紧 希望能获得支持 更有摊商送上好彩头祝福他高票当选 蒋万安选战下一阶段 适合行政区行脚计划 就从艰困选区大同区走起 大同区是台北市整个轨道建设的发任 也是整个现代化的起点 更见证了过去台北百年繁华的历史 从大同区行脚开始 未来希望台北能够创造无限的可能 就算分区民调落后 蒋万安没再怕按照自己的步调 行脚首发规划洋洋洒洒 一天内一口气公布了八项公开行程 包括市场扫街 拜庙以及走访夜市等等 深入地方基层 要与在地居民们面对面近距离接触 跟我们大同区的乡亲民众融合在一起 非常开心 也感受到大家一早起来运动满满的活力 蒋万安大打七名牌 却传出在自家兰英本命区踢到铁板 传出原先8月21的823炮战纪念活动 要在大安区成功国宅举办 却被当地里长直接打枪 理由是黄珊珊或陈时中之后 要来该怎么办 就连总干事林毅华主动沟通 里长也是不答应 最后还得蒋万安亲自致电拜托 才顺利举办 但蒋镇营严正否认 我觉得那天的报导 其实对石中盛里长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为其实石里长对蒋万安是非常非常支持的 或是接下来很多我们配合相关政界的议题行程 我们都会紧密的跟在地的议员里长 很多的意见领袖 大家携手往前迈进 选择倒数各方互别苗头 任何基层的一栋一镜都牵动蓝绿白 敏感神经 记者蓝键发苏纸杰采访报道